今天休息明天再看看嗎? 對明天再看狀況 萬一如果真的不行怎麼辦? 就是不能打比賽 那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會啊會蠻可惜的 就是練習蠻久的 小朋友練球 都是背負著家長或是甚至學校的期待 那就是為了要上場比賽 那群眾院是他們最大的一個比賽 可是他還沒有上場就受傷了 我早上在第三球場那邊練球 就是練習抽球 然後他後面有一塊區域就是很多沙子 差比比較小可以用滑的 但是到沒有沙的草坪那邊 我就突然停足就會這樣滑 然後腳腕就是這樣滑出去 然後就這樣拐到 然後整個人跌出去這樣 那你現在腳有不舒服嗎? 有就是走的時候腳會痠痠的 今天休息明天再看看嗎? 對明天再看狀況 那萬一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怎麼辦? 就是不能打比賽 那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會啊會蠻可惜的就是練習蠻久的 我發現到這個主辦方非常不用心 因為他在比賽前一天我們還看到照片 第四面場地居然還沒有做好 是啊其實我們小朋友練球 都是背負著家長或是甚至學校的期待 那就是為了要上場比賽 那群眾院是他們最大的一個比賽 可是他還沒有上場就受傷了 對所以今天就是 就是不能上場比賽 連教練都表示他們在學生時期 都沒有遇到過像這樣 那這個草地感覺很臨時 就是鋪了一層草 就準備要比賽的感覺 針對我們竹東中正網球場的部分 那我們場地的後續處理方式就是 因為這一次我們選手扭傷的部分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鋪殺不足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也要求竹東正公所 還有我們的竹東正公所的包商 還有我們的建造建築師 在比賽完後一定要去留下來 把場地做好鋪殺的動作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選址的部分 那我們在竹東中正網球場原本也是人工草皮 那我們當時在110年在選址的時候 也邀請了我們的協會或者專家學者 也來確認過我們這個比賽 這個場地是可以符合比賽規格 那後來我們請竹東正公所這邊 整修完之後 那這個場地也是符合比賽規格 那針對我們受傷的選手部分 那後續我們在選手當下受傷 我們也是請我們現場的醫護組的醫生 還有護理師先做緊急的處理 那後來我們也是也陪同送醫 然後慰問 那後來送醫也確定是無大礙 就是也沒有骨頭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也請我們的醫護組的組長 也是我們校長 也是陪同我們的受傷的選手 一起載他到比賽場地 以及我們的休息地點 那後續我們都會做好一個完整的措施